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员百分百果汁特约播出 爱生活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健康类节目 欢乐幸福年健康和会员爱上健康是由会员百分百果汁特约播出的 首先呢来欢迎一下我们健康加油团的成员们 欢迎四位大家的老朋友了 当然了还要欢迎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以及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其实说到健康这个话题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了 其实越来越多年轻的群体 或者说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年轻的群体 也在寻求一种方法怎么能够让自己青春永驻 今天呢谁能来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呢 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健康嘉宾 那就是食疗营养专家林海峰先生 有请 李海峰国际营养食疗大师 擅长针对衰老亚健康 慢性疾病种问题的膳食配置指导 抗导整体自然医学 被誉为自然之谷 听说你今天带了两个很漂亮的女士了 来我们掌声有请一下 李海峰先生带来的两位客人 有请二位 我把二位请到台上来 其实不是让这二位美女来做别的事情 倒是让她们来变成一个被拷问的对象 拷问什么呢 就是猜一猜她们的实际年龄 穿粉色裙的女孩应该20 穿绿色的裙子呢 应该22 来问一下我们那个台下的观众朋友 30以内的 30以内 是年轻男孩 20多吧 好了我们这一轮猜下来了 咱也别卖关子了 然后那个直接公布一下吧 从穿绿衣服的这个女孩 您究竟方灵几何 大家好 我是杨夕 来自美丽的成都 今年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 已经17岁 今年我呢实际年龄是39 天啊 你39岁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流行吃防腐剂了是吧 这个是弹心肉 对呢 大家好 我是钟英姿来自上海 那是海芬老师有九年的时间 今年29岁 真是太让我羡慕了 是谁帮助你们来实现了这个不老神话呀 就是身边这位 他就是专卖弹身肉的 真好 现在我们请两位台下就座 然后李海峰要留在台上 不交出米方 你今天是回不去的 看来我要变成弹身肉了 来 谢谢二位 来 有请 先生你是如何帮他们看起来 跟实际年龄那么差距那么大 那么不相符 十年前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如果你们愿意照我说的做 那么十年后 你们将会比现在的你还要年轻 我们说的越来越年轻 不只是你皮肤看过去的 越来越水灵 越来越细腻 更重要的是你要有那种活力 有那种灵气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看到 他们两个人身上 带着的不只是皮肤外表上的年轻 是那种精神面貌的年轻 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年轻 林老师 您究竟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 这一套的方法叫做整体自然医学 整体自然医学 这几个只是菜市场容易买到 所以才讲给观众 大家都买不到讲来干什么 而这些果汁恰恰就是这些植物的精华 我喝完了胃糖怎么办呀 是你的胃有问题 喝了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所以能有时候被这些东西假象所骗 变成七八盘菜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吃了很多 其实他喝几杯果汁 吃的东西也不少 国人对油的这个看法 也太偏激的排斥 所以在学习看衰老这门技术上 一定要重新认识油脂 欢乐幸福年 健康和会员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会员百分百果汁 特约播出的爱上健康 我是刘硕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林老师 您究竟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 这一套的方法叫做整体自然医学 整体自然医学 提到这个自然疗法 您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叫身体减龄餐 身体减龄餐这件适合一些什么样的人学 在我们的应用上 它只要超过二十岁 一直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 它都是需要的 因为减龄本身并不是为了看过去更年轻 而是为了更健康 是因为更健康 所以更年轻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首先呢 我们要看自然界里面大部分的生物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生物 其实都不容易衰老 你看到两只老虎在山上 给人认出哪只比较老 对 你看到两只鸟在天上飞 你能看出哪只比较老 唯独是人 人为什么看过去衰老 明显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是因为人和人的行为和食物的差异 非常之大 鸟和鸟 老虎和老虎 蓝和蓝 他们吃的食物 生活的方式基本一致 所以他们整个的这个年龄 显示的就不是那么明显 那这样 我们就具体的讲一讲 这个遇到他们二位 杨夕和周英子是吧 对 你对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首先我改变他们做人的态度 女人之所以衰老 是因为她允许自己衰老 为了做家务 为了做妈妈 为了做老婆 其实呢 家务 每个人可能都要做 你是做家务的心态 还是享受生活的心态 这是很大的差别 真的是能 心态好的女人啊 就像走在街上 快乐的女人不容易老的 对她走在街上 她是快乐的 比方说心态不好的女人 她就像怨妇一样 然后眼睛里全是沧桑 我们作为男的 是不是我们主要责任 就是把所有的家务都做了 然后让老婆好好歇着 男人主要的责任 就是让女人 愿意做家务的时候 是很幸福的在做的 而不是欺负女人 那女人趴在那里 很抱怨的做家务 我觉得男人如果 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呢 就不应该把那个女人请进来 那个男人呢 我看也不配做男人 其实她迟早都会做家务的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意 你是让她为她自己去做 还是为你去做 当这个女人知道你非常爱她 好像我跟杨夕和钟音之 我讲过很多遍 我告诉他 你要先学会爱你自己 然后别人才会爱你一辈子 你要先学会把自己当作宝贝 别人才不会把你当作垃圾倒出去 其实女人之所以变成怨妇 其实是最初她自己忘记了 自己还应该去追求美 还应该让自己在成长 在进步 在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有味道 所以纠正了他们的心态之后 第二步你又做了一件 纠正了他们的心态之后 他们才能够真正去实施健康计划 而不会随时因为工作 因为生活出卖自己 人之所以会衰老 之所以会疾病 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让他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 愿意让自己老去 愿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差 但是当这种心态转变过来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大家在大屏幕上来关注一下 基础减零的食谱 为什么您会给出一个敬畏分明的界限 明确地说一些东西是特别应该吃的 一些东西是特别不能吃的 它本身是食物的时候 它都有合理的价值 但是我们说的是 避免去吃的食物 是指这个食物由于各种烹饪手法 或者加工手法破坏了它食物的营养结构 使它的食物里面多出了很多的附加的 蓝乙代谢吸收的成分 以及在烹饪过程造成的食物的一些变质 变异的一些特色 这种食物尽量避免把它进入 吃到身体里面来 不可以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太多负担 但是我看到在资料上有说 你会建议人每天吃十斤的瓜果蔬菜 诶 十斤诶 哇 什么概念呢 十斤是不是不合思议 马大姐十斤是什么概念 绝对吃不了十斤 但是一说十斤我来解释一下 全世界所有的营养学家 都会鼓励多吃蔬菜水果 可是就主持人来讲 我相信你每天的多吃 可能只是六个人点了一盘蔬菜 你多加了两块 是 这两块对你的这个身体而言 够用还是不够用 但是这十斤我要怎么能吃下去 你告诉我 其实呢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 你身体如果需要这么多的营养 如何想办法吃下去 这个要去想办法 可是你不能跟你的身体讨价还价 在营养学上 如果你身体六十兆的细胞 需要这么多的营养物质 你就必须设法 让身体全部的细胞得到全部的营养 而不是首先先谈你方便不方便 不方便可以借由现代科技 想办法把它变得方便 但你不能主观意识上 先以为说我不方便 我就随便 那你是怎么一开始让这个小西和英子 他们每天吃十斤水果呢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的 你知道 如果你把胡萝卜刨成胡萝卜丝 一根胡萝卜就有一大盘 十个人围在那边吃都吃不完 也就是说很多人 十个人吃不完一根胡萝卜 很多人一辈子一天吃不完一根胡萝卜 吃不完一个土豆 他怎么可能会是健康的 怎么可以去看衰老 那你一般都给他们怎么吃胡萝卜 很简单啊 你想想四根胡萝卜如果炸成汁 那不过是一杯 十斤的蔬菜水果炸成汁 不过是八杯到十杯的水 果汁而已 而这些果汁恰恰就是这些植物的精华 是这些植物的血液 是这些植物的全营养 所以把它炸成汁之后 轻轻的慢慢的饮用 一天喝掉八杯十杯 这十斤蔬菜不是轻易的就搞定了 估计你们肯定有一个设施特别的完善 洗手间 恰恰相反 如果你喝很多水 你会不停的上洗手间 如果你喝的是果汁 这个果汁蔬菜汁 它是蔬菜和水果的血液 它涵盖着蔬菜和水果全部的营养 所以它吃进去之后 并不是以水这样的方式进入人体 而是以液态的营养液的形式进入人体 所以它可以帮助身体清洁血液 它可以帮助你把体内的垃圾清理出体外 它同时可以补充很多由蔬菜水果带来的微量元素 而它补充到十斤八斤这个量 又对身体带来莫大的好处 里面有很多的酵素 很多的维生素 很多水龙性的纤维 很多的很多的果胶 很多著名的看氧化剂 全部轻而易及地吃到身体里去 我平时不是很爱吃蔬菜 那就更要榨汁了 就是要榨汁喝 你能忍耐的 目前为止还能忍耐的是哪些 你问你们林老师适不适合榨汁喝 我觉得我先看这上面我能忍耐的 我觉得是胡萝卜和胡萝卜 你可以用胡萝卜跟苹果 胡萝卜跟菠萝 然后胡萝卜跟豆浆都是可以组合的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把食物想办法先变成液态 为什么要变成液态呢 这是为了让胃肠到休息 你的胃肠呢 就像你的手 如果一直在提东西 它就会又霜又胀提不动 你的胃肠一直在蠕动 那么它也会慢慢慢慢地开始功能衰退 所以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休息 就像你的手提不动的时候 休息一下 它就能够提更多的 这说的这个办法 我这个时间我倒谢 你为什么你吃两个苹果 像我这样的味 吃两个苹果 我就饭都不能吃了 都顶了 但是你说如果炸成汁 这个喝的不费劲 对了 不费劲是很重要 对 现代社会讲养生 不费劲是关键词 其实打在大屏幕上面的胡萝卜 西芹黄瓜都是很普通的食物 我们能够运用的食物非常丰富的 并不是只是这几个 这几个只是菜市场容易买到 所以才讲给观众 如果我专门讲 比如说蓝莓 草莓 红莓 这些非常强的抗氧化的食物 可是大家都买不到 讲来干什么 你有没有统计过 就大概这十斤水果 每天可以幻化成几杯的这个液体的量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 8到10杯 250毫升 8到10杯 总共的数量在2000到3000毫升之间 就每天的这个榨汁的 这些蔬菜的搭配 一般来讲 有一个什么固定的这个食谱吗 看翻遍 其实千万不要认为 哪一种食物营养价值高 最高的营养价值就是均衡 如果你翻遍的话 种类其实是越多越好 你可以加西兰花 你可以加紫苞菜 你可以加大白菜 你可以加这个菠菜 你可以加任何 你只要口感上接受得了的食物 把它榨成汁 它同时它是活着的 这些蔬菜水果因为没有煮 它是生的 你干净之后榨汁 它的活性非常高 它可以帮助你得到很好的 看衰老看氧化的作用 有些菜它不是那个生的能吃的 能拿来生吃的很多种 你到你在国外的餐厅 或者到现在的西餐厅 那个自助餐里面放着很多的 可以拿来生吃的蔬菜 它就是你的一个榜样 它就是你可以拿来用的 你看北方的甜菜 多好用的东西 甚至你可以把南瓜 把地瓜 把玉米都拿来榨汁 很好喝的 你无法想象的 你没做过而已 天啊不要用它的方法 去吃自助餐 太亏本了 它和别人一样的价钱 吃的都是最便宜的东西 吃自助餐 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本事的 它们平均一个人 能够吃16盘以上 天啊 所以你们都是 帅生打枝 都是树菜 加肚子 不是呢 它们也吃鱼 也吃肉 也吃螃蟹 不过它们有一个 吃自助餐的一套方法 会先吃蔬菜 先吃水果 然后才去吃生的鱼片 然后才去吃肉 这样才能吃很多很多 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它们喝果汁 把那胃都撑开了 无论它们怎么吃 它们都能装的东西 比别人多啊 果汁不会把胃撑开的 因为它已经榨成汁 它的营养就非常容易吸收 它不需要在胃来消化 它不需要再花很大的力气去消化 它一喝进去 马上就可以被吸收利用 所以它反而减少了 这个胃肠的负担 给我一个问题老师 就是刚才你说榨汁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我每次 我也特别爱喝那个榨汁的果汁 但是我胃又不太好 我喝完了胃疼怎么办呀 喝完了胃疼 那就别喝了 不是这个东西让你胃疼 是你的胃有问题 喝了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所以首先不要冤枉你喝的那个东西 不是它酸也不是它冷 造成你的胃不舒服 是你的胃原本有缺陷 它把你显现出来了 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手破皮 现在你沾到一点水 你的手就会痛 不是这个水害的 是你的皮破了 水呈现出来 其实还有一点要特别向大家说明 那是今天呢 我们可能更加偏重在这个讨论 如何吃蔬菜 但是呢 这并不是你一天所要摄取的全部营养 这只是一个辅助 你还是要正常地去进行你的这个合理颤食 有肉有鱼有米 其实也不会每天都吃石筋了 其实一般我们是周末 或者一个月里面挑三四天 做身体的大 所谓就是我们也 因为我们也听过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叫断食法嘛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像 那个有一两天的时间 对 不吃那些主食 佛教叫壁谷 对 但是那些东西都有一定的风险 断是要断掉负担 断掉有毒物质 不是断掉营养 我媳妇她跟很多女孩一样 她劳向减肥 所以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她不敢吃饭 其实我们自己经常来不及吃饭的时候 就榨一杯果汁喝 你不要看哦 榨一杯果汁 其实用了七八个水果 或者七八种不同的蔬菜 其实如果这七八种蔬菜 不是榨成汁 而是切成片炒成菜的话 是七八盘菜 所以能有时候被这些东西假象所骗 变成七八盘菜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吃了很多 变成榨成汁的时候 就以为自己吃了很少 其实她喝几杯果汁 吃的东西也不少了 是这样林老师 你每次榨汁的时候 选择的这些蔬菜是完全随机的 还是会有一些搭配 比如说你自己非常 我推广给我的学员 都是教他们买页便宜的也好 我觉得任何事情 你都要考虑 你能不能做得长久 如果你为了健康 然后最后花的钱很大 然后最后你弄得很痛苦 我看你坚持不下去 所以我鼓励他们买最便宜的蔬菜 那么最便宜的蔬菜水果代表什么 代表单地的 其实它恰好就是营养价值最高的 所以也很方便 哪个季节是你产量最大 然后买的最便宜的 你就去批发市场 买它几箩筐回来 全家人改善健康 尤其是周末联系两三天 全部喝这个蔬菜汁 一天喝它十斤 三天之后 全家人就像洗了一个体内的身体澡 洗了一个真正的澡一样 把体内洗干净 三天之后 人人不但会瘦下来 皮肤也会好 精神也会好 我想知道这个榨汁 它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到榨汁机里 这样就不用管了 对的 但是其实它其中还有什么 特别需要注意的东西在里面吗 对了 有几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 所有榨汁出来的液体 它的营养价值因为非常丰富 但是又暴露在空气当中 会很快就会腐败或者被氧化 所以必须马上饮用 第二个呢 不要这样子一口喝完 要一口一口慢慢喝 因为呢 如果你一口喝完 就会造成胃的负担 如果你一口一口慢慢喝呢 一边喝一边吸收呢 就非常舒服 再来呢 就是确实这些不同的食物呢 有些人从来没这么喝过 你还是要有个食应过程 你不需要一下子买十斤大干一场 台下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 想问 李医生 榨汁来割水吗 一般来讲 榨蔬水果汁 你买榨汁机 就不用割水 是榨汁的 你讲割水的那个是搅拌机 我还想问一下 既然买那么多菜榨汁 那个榨还能吃吗 一般不需要了 如果呢 你担心纤维不够 你可以把那个榨 放回一点 到那个汁里面喝进去 那您说 十斤蔬菜榨 十杯水 一个钟头喝一回 那怎么榨的时候呢 怎么喝 怎么保留呢 榨完喝 榨完 先榨先喝 这里呢 我们也特别看到 你也准备了一些 有特别功效的 减零食谱 还请大家来看一下 大屏幕 先来看一个 大家最关心的 针对皮肤排毒 酸奶 它提供的是 有益菌 和优质的蛋白质 好的酸奶里面呢 有足够种类的有益菌 来改善肠道 同时呢 有益菌也可以帮助 消除各种炎症 因为它可以抑制 有害吸菌的生存 然后呢 分泌呢 它里面含有很多的 这个抗氧 抗生素 由密封生产出来的 抗生素 所以这种天然的 抗生素 是能够帮助消除 很多的体内的 这些炎症 增加免疫力的 然后呢 木瓜呢 是因为里面有 很多的水解酵素 它能够帮助 蛋白质和脂肪的 分解利用 那么木瓜和菠萝 都是能够提供 大量的酵素 来帮助消化 帮助消化 就能够增加 营养的利用 然后呢 苹果 那么苹果呢 各位都知道 现在很多国家 都都认同苹果 对心血管 方面的保护 然后呢 苹果里面呢 有很多苹果胶 那也是 包括它的 维生素C的含量 都是有抗衰老的作用 蛋白质粉呢 是因为说 女性呢 很多人吃的肉类 吃的蛋白质不够 那么适当地 补充蛋白质 能够增加 身体的这个 组织的弹性 包括胶炎蛋白 然后呢 人的子宫 卵巢的健康 都跟蛋白质的 是否充足有关 那么 在抗衰老方面呢 维生素C 是很著名的 一个抗衰老的营养素 首先它参与跟蛋白质 合成胶炎蛋白 其次呢 它能够帮助身体解毒 再来呢 它也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所以它的用途 比较广泛 它可以帮助 消除体内的一些炎症 包括鼻炎 咽炎 脂气管炎 还有包括这个 妇科炎症 都会用到它 因为它增加 人的免疫功能 然后呢 橄榄油呢 是因为呢 人的细胞膜 包括皮肤的保护膜 都是由油脂煮成 这是很少人真正意识到的 大家都以为皮肤要水淋淋的 可是没有油 水根本就留不住 当你在煮火锅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上面没有油 那个水蒸气就不停地在冒 水很快就干了 往上面撒一点点油 马上就看不到水蒸气了 所以在学习抗衰老这门技术上 一定要重新认识油脂 国人对油的这个看法 有太偏激的排斥 其实如果从欧洲 美国的标准来讲 它是生活的必须品 是每一餐都要用的 我们吃的油 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的菜油 其实拿来炒菜 但你吃到的时候 吃到的是 那个菜上面的 那一点点油 把它刮下来 一滴都不够 所以在你的这个果汁 菜汁里面加适当的好的油 可以帮助你 又达到一个更好的 看衰老作用 没有油 是不可能糖看衰老的 你看 这个皮鞋 牛皮 猪皮 怎么保护这个皮 一定是擦油 不可能擦水 你的皮衣 一定是擦油 不可能擦水 油才能够保护 蛋白质结构 不容易老化 所以地中海一代的女孩子 有很多都非常漂亮 皮肤非常好 跟她们长期使用 很好的油 是密切的关系 那么内部 还有一些什么 简陵师傅呢 请在大屏幕上 来跟我们展现一下 这个 这个一万毫克 到五万毫克的 维生素C 这个是在药用 就是在治疗 类似很重大的 慢性疾病的时候 在欧洲的一个用法 但在普通百姓里面 我不推荐用这么大的量 当你有足够的 这个维生素C的摄取的时候 身体的这个肝脏 和肾脏的排毒负担 都会减轻 这对你肝脏和肾脏的 看出来老是有帮助的 对于那些长期过敏 还有这个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和肝脏疾病的人 维生素C呢 它能够对血管的弹性 有帮助 一万毫克 到五万毫克的维生素C 大概相当于 一个什么样的量 一万毫克是这样的 如果你用 你用蔬菜水果榨汁来看 大概你吃这个 十斤的蔬菜水果 你差不多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 五千毫克左右的 维生素C的量了 你不需要 刻意地去补充 当一个这种营养素 你可以在你 某种身体需求产生的时候 比如说你出现过敏 那么这个时候 五千毫克的维生素C 对过敏很有反对 调下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 让我问一下 大了汁能做汤吃吗 把榨出来的汁拿来煮汤 那是另外一种享受 但是对健康而言 它是降低效率的 因为维生素 维生素B和维生素C 在高温下 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然后呢 榨汁里面呢 所含的酵素 在超过70度以上的温度 也会被破坏 所以一般 我们就不再鼓励 把它拿去烧开 就是榨完汁就直接喝了 我问一下 这个 几年之后 我都想说年轻呢 按照我们过晚的经验 如果你可以 让自己每天 中断那些固体的食物 改成这十斤的蔬菜水果 所提供的蔬菜水果汁 喝这么三天 最好再补充一点营养补充食品 然后三天过后 通常你拍个照对比一下 就会看到自己的脸色 精神面貌 皮肤的关折度 甚至身材 跟三天之前 有截然不同的差异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林海峰来到我们的现场 再次感谢现场的朋友 加油团的朋友们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有没有一些方式 能迅速地变得热起来 那么我们一定要通过食谱 使我们能够起到 一个预寒的作用 在体内有了抗动蛋白以后 你的预寒能力就会强 那我们第二个秘方里面的 食材就是什么呢 来 三二一 它本身蛋白质 就是产热营养素 重新成特别会折动 这个对我们人体内 其实有减肥的作用 您就是太慷慨了一下 给我们带来了四个秘方 我来介绍第四个秘方